谢谢刘局长接受我们的采访 我国是去年设立了首批国家公园 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至今我们取得了哪些成效 生态保护方面又取得了什么样的进展 好的 我们第一批国家公园有五个 包括三江源 东北虎豹 大熊猫 武夷山和海南热带雨林 我们在这个基础上 今后陆续的会推出各地的新的国家公园 五个国家公园的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 它占国土的2%略多一些 同时它覆盖了全国陆域 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的30%的物种 保护强度很大 部分旗舰物种的种群和数量 有明显的增加 特别是东北虎豹 海南长地园等等 好的 谢谢刘局长 像您刚才提到 我国的国家公园的建设 目前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 而且我们的一大特色 就是我们的国家公园的范围内 它其实是有当地的居民还在居住的 那我们怎么在保护生物动作性的同时 去解决人与自然 它可能存在的一些冲突 然后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这样一个良好态势呢 这在国家公园建设当中的确是一个大问题 总体思路是解决生态保护与生存发展之间的矛盾 国家公园分为两类区域 一类是核心保护区 一类是一般控制区 核心保护区主要是严格保护 一般控制区允许一些特取经营的活动 至少要维持当地社区居民的生活 维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当中的一些 与生态保护 不会产生冲突的一些生产性经营活动 刘局长您同时也担任我们中国制杀 集杀业学会的会长 那我们中国在制杀方面的工作呢 在海外国际上是受到了非常大的关注的 您可不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 中国制杀至今取得了哪些成就 然后我们又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呢 中国是一个荒漠化和沙化土地的大国 目前荒漠化沙化扣除它们叠加的因素 总面积达到298万平方公里 占到国土的31% 也就是说在我国的国土上 大约有三分之一的 接近三分之一的土地 属于荒漠化和沙化土地 建国以来 特别是在本世纪以来 启动了一系列的生态治理工程 防杀、止杀工程 从2004年到2019年 我们连续进行了四次沙化土地监测 从监测的结果来看 做到了三个持续 一个是持续减少了沙化土地面积 第二个是沙区的植被数量、植被覆盖度 持续增加 第三个是沙区的生态系统 植物的它的固碳量持续提高 效果非常明显 这里边有一组数字 上世纪末我们每年沙化土地年均破绽 三千四百三十六平方公里 目前沙化土地平均每年缩减 一千九百八十平方公里 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转变 有人在理解上会有些误区 认为沙化土地是不是都可以治理 事实上有的可治 有的不可治 目前全国有168万平方公里的沙化土地 经过我们科学监测以后 认定可治理的有47万平方公里 目前已经治理了25万平方公里 所以说防杀止杀 不是说把所有的沙地全部进行种上树种上草 而是能治则治 需要保留的就继续保留 在防杀止杀这个领域 以及荒漠化防治这个方面 我们近些年来开展了大量的国际合作 也为国际防杀止杀事业 荒漠化防治事业 贡献了中国的智慧和力量 一个是在荒漠化土地 我们实现了零增长 为联合国提出的到2030年土地退化 零增长目标做出了中国的贡献 还有一个是中国的防杀之杀的实践 说明荒漠化和沙化是可防可治的 这一点为增加全球的荒漠化治理的信心做出了贡献 同时我们坚持系统治理 坚持全面保护 重点修复 试图利用的方针 这一点为全球的荒漠化防治治理理念 战略 模式和技术做出了贡献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工业组织 有一个负责人曾经这样评论 说中国的实践说明 一个人走可以很快 一起走可以很远 他这句话形象地说明了 中国防杀之杀方面 社会参与所取得的成就和成效 好的 谢谢刘局长 好 谢谢你 感谢观看